新材料 海藻纤维面料 海藻纤维是由海带内提取加工的海藻酸钠为基本原料 经过纺丝加工而成的一种天然高分子功能性纤维 具有快速止血和人体可吸收性能 海藻纤维给新材料发展带来了革面性的变化 以前的纤维材料来自土地和石油 海藻纤维的诞生开辟出了新材料第三来源地 那就是海洋 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1% 其中蕴藏的海藻作为海洋中海洋植物的主体和食物链的基础 含量巨大且种类丰富 目前地球上大约存在有25000多种海藻 分为12个门 主要有褐藻门 红藻门和绿藻门等种类 我国有绵长的海岸线 辽阔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藻资源 中国的褐藻礁占全球产量的75%左右 山东半岛的海藻酸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海藻纤维不加任何化学成分和添加剂 具备天然的阻燃 义菌、高锡叶比、舒适、透气等特点 是其他纤维比不了的海藻纤维制品的特性 就是天然本质自阻燃 阻燃指数达到了45 远超一般阻燃材料26的指数 锡叶效率达到了15到20倍 能快速止血 而且还可以免除烫伤 在战场急救和在消防领域大有作为 由夏炎制教授主持的国家865计划 海藻资源质取纤维及深加工关键技术开发项目研究 获得成功 攻克了纤维及海藻酸钠原料关键产业化技术 建成纤维及海藻酸钠生产线 并以此海藻纤维为基础 成功获得海藻纤维五纺布 该五纺布可被用于多种医用肤料或其他产品的制作 该五纺布具有高吸湿性 高透氧性 抗菌性 生物相容性 生物可降解性等性能 海藻纤维被广泛应用于纺织行业 尤其是运动服装领域 运动服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吸湿排汗 保持身体的干爽舒适 传统的纤维材料如棉 笛轮等不具备很好的吸湿排汗性能 亦引起皮肤不透气 粘腻等不适 而海藻纤维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海藻纤维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吸湿性能 能够迅速吸收汗水 将汗液分散到面料表面 使其在太阳光下快速蒸发 保持身体干爽 此外 海藻纤维还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能 能够使空气自由流通 提高穿着舒适度 运动过程中 身体会产生大量的汗液和细菌 容易滋生细菌并散发出异味 而海藻纤维面料则具有很好的抑菌性能 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的繁殖 减少异味的产生 此外 海藻纤维还具有自身的清香味道 能够为运动员带来清新的穿着感受 海藻纤维面料具有柔软 舒适的特性 可以很好的贴合肌肤 不会产生摩擦和刺激 此外 海藻纤维还具有良好的弹性 能够使运动服具有更好的伸展性和挥弹性 不会影响运动员的灵活性和舒适度 而且 海藻纤维具有很好的耐磨性和耐久性 能够保持长久的使用寿命 以往面膜的面纸大多有纸或者棉麻布料制成 附在脸上不够服贴 经常会有少数气泡或有边角翘起的情况 海藻纤维面膜具有高吸湿性 高透氧性 抗菌性 生物相容性 生物可降解性等性能 海藻纤维面膜纸采用的是海藻纤 为高吸湿性可保证面膜纸在包装袋中能充分吸收精华液 可吸收20倍于自己体积的液体 在使用中无需重复添加袋中剩余的精华液 海藻内含有碳水化合物 氨基酸 脂肪 纤维素和丰富的矿物质等 它可以有效提高吸湿性能 在纤维中可以通过皮肤的接触发挥吸湿性能 积极释放海藻成分 令皮肤吸收海藻释放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维生素包括维他命A、E、C 而且不会让人有过敏反应 高透氧性是指海藻纤维吸湿后形成清水性凝胶 与清水集团结合的自由水成为氧气传递的通道 氧气根据吸附、扩散、解析的原理 从外界环境进入皮肤内 可避免皮肤由于闷湿而向外蒸发水分的情况 更增添了有氧的舒适感 抑菌性是本面膜的另外一个主要功效 有学者研究出用海藻酸钠和丁香水 等精油混合溶液制备的 有抗菌和芳香效果的海藻纤维 对大肠杆菌和表皮葡萄球菌 具有抗菌性现实生活中 一些有痘痘的面膜使用者 可避免因直接接触面膜质而造成细菌感染的危险海藻纤维 面料运动服具有许多优异的特性和优点 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着装装的各种需求和期望 尤其是在当前环保可持续的时代背景下 海藻纤维的应用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青睐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广 海藻纤维面料运动服将会在未来成为运动装备的主流选择